我喜欢它侧边的这一个条纹非常的有感觉 前两期视频都是介绍跟嘻哈音乐有关的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篮球服饰 同样也是跟街头文化有着紧密联系的 运动服饰品牌Mitchell & Ness Mitchell & Ness 1904年创立于费城 是专门为体育运动提供比赛服饰 他们的创意在于展示体育史上很重要的传奇球衣 见证了历史上无数个重要比赛 球队和传奇球员的辉煌时刻 他不仅仅是美国体育联盟的合作伙伴 同时发展成为了街头潮流不可缺少的复古运动衣帽 中国新收场里面的大傻、乐狗、Vax、黑人李葵 都穿上了Mitchell & Ness的篮球服饰参赛 穿上它够嘻哈 哟哟哟哟这里是逸琳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除了这些30号皮棚的全明星球衣以外 Mitchell & Ness他还寄给我了很多件 在上上期视频我有说过 新朋友记得去翻看 这期视频相当于是一个续集 同时还有克尔 这一件是克尔9596赛季的经典球衣 克尔是公牛队非常重要的一员 起身190俱乐部的球员 我觉得你现在的头型特别适合今天穿的这个公牛队 克尔 下一件是一件棒球服外套 在外套的内装有看到1994到95 克里弗兰骑士队 这里有没有骑士队的粉丝 秋天要来了 现在买棒球服是非常合适的 这里有个NBA的小logo 我现在比较喜欢那种小的logo 就不要太大 下一件是一件勇士队的卫衣 它这个面料真的很舒服 软软的感觉 你是骑士队的球迷还是勇士队的球迷 周觉伦的老婆的弟弟也是勇士队的球迷 下一件是芝加哥的卫衣 在正前方有两个logo 一个是白色的 一个是红色的 红白拼接 在决赛上帕美伯的拼接也是红白拼接 所以白色红色再加上黑色 再到下一件它是一件T恤 T恤里面附带了一封信件 感谢您先生对Matchel & Ness的大力支持 祝你生活愉快 在它背面是Matchel & Ness的一个logo 再到下一条 下一条是一条篮球短裤 裤子的内衬可以看到2000年到01年 然后76人队 那没错 这条裤子是一条76人队的短裤 76人 它的面料是有两层的 外面这层是网眼的面料 然后里面这层是一个比较滑的一个保护网 触碰到皮肤的这层网面是比较滑的 比较舒适的 就没有那种很渣的感觉 那么你是76人的球迷吗? 再次感谢Matchel & Ness 中国给我寄来的这些开箱礼品 也让一些篮球迷 或者是喜欢街肉潮流的朋友 去了解这些经典复古的篮球服 那除了这些以外 那么问题来了 身在纽约的朋友如何去购买呢? 我们又来到了NBA的商店 我有来到了NBA的商店 Matchel & Ness在楼下 杖姆斯 对 你知道的Mob MBA的商店 我看来到NBA的商店 我看来到NBA的商店 那个人呢? L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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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我的铜款 我看到了我的同款 91号 91号是谁呢 罗德曼 来看一下它的售价 129 没想到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价值129.99 在它专柜下面我们能看到 都是美国队的球衣 USA Basketball 来看它的售价是 299块9毛9 没想到美国队的球衣更贵 贵了100块钱 感受一下它的布料 100块钱真的是不一样 从这里走进去开始 全部都是Metro & Nest 这边都是一些经典的球衣 这边是美国队的 然后里面呢 有一些帽子 这里还有一些T恤 有没有拿一些是你熟悉的 也是你喜欢的呢 这里有一些人物的帽子 之前有看过我影片的朋友 应该知道我买了一顶帽子 那现在这个呢 应该是34号的奥尼尔 火箭队的11号 中国人的骄傲 我只是在学习城外西窗 无人的球衣 头发有点长了 适合戴这个头戴 我是从来没有戴过这个头戴的 不知道我是不适合 所以介绍了这么多 喜欢街头文化你想不想也买一套篮球服作为潮流的搭配呢 想要购买的话 可以去天堂三层搜索Matchel and Nets 记得是官方旗舰店 或者扫描这个二维码进行购买 希望你也能搭配出你想要的街头风格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喜欢街头潮流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啦 Peace